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呢就是这个全新一代的 Honda City 发布会的现场 在我身边的就是这个全新的 Honda City RX 所以今天我们会为大家带来这个新车的简短介绍 还有之前我们在马六甲所进行的初步的试驾影片 如果你很喜欢这一次的 Honda City 那么今天的影片你就不可以错过啦 首先在外观设计上面呢 这个 RX 的版本呢它有 RX 专属的空力套件 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在这个尾部的小尾翼 这个左右的后视镜 前方的水箱护罩 还有这个前面保险杆的下缘啊 都有不同的材质 分别是钢琴黑啊 还有这个 Carbon Fiber 所以点缀起来 这一个 Honda City RX 呢 非常非常的运动化 尤其是这一次是白色的车身 搭配这个黑色的线条啊 更为突出 另外我们可以看到前面呢 它采用了这个全 LED 的头灯组 另外在它的雾灯座 它和这个普通的 V 版本呢 也是有不同的设计 它采用了这个三横条的设计 看起来更为的运动化 在轮圈的尺寸呢 它采用的是 16 寸的轮圈 完整的尺寸是 1855 R16 另外可以看到它的轮圈采用了这个双色调的设计 看起来呢就比较有这个层次感的表现 另外可以看到这个后视镜 后视镜上面还有一枚镜头 这个就是 Honda Landwash 这一次 Honda 终于把这个 Honda Landwash 下放到 V Segment 的车款上面 不得不说还是蛮有诚意的 这个引擎就是 Honda City RX 的卖电 它采用了全型世代的 IMMT 引擎 也就是 EHEV 它总共有两个部分 就是这个引擎跟电动机 在引擎的马力最大马力是 98 PS 峰值扭力 127 Nm 而在电动机方面 最大马力表现是 108 PS 峰值扭力 253 Nm 你可能会认为为什么之前原厂公布的马力那么低 实际上它只单纯计算了这个电动机的马力 而不是综合马力 所以综合马力的话 这个车的马力应该会更高 官方宣布它的 0-100 加速表现是 9.9 秒 这个 City RX 的车尾设计看起来真的是很帅 钢琴黑的小鸭尾 泛蓝色的 logo EHEV 的名牌 还有 RS 的名牌 再加上这个下方的 Carbon Fiber 的扰流板 看起来这个运动感受非常的强烈 打开了尾箱 你可以看到它的尾箱空间其实是非常的宽敞 但是因为它和内置的这个电池足的关系 所以它的尾箱容积只有 409 可是你可以看到平整性跟深度其实都不错 再加上它支援这个 64 分离椅背倾倒的关系 所以要放置大型的物品并不难 再来一点就是因为它有电池足的关系 所以它和这个 City IDCT 一样是没有备胎的 但是原厂还是提供了这个补胎器还有打风机 进入 Honda City RS 内装 我要讲的重点就是电子收刹车 你没有看错 Honda City RS 是有电子收刹车的 而且它有 Auto Hold 的功能 在目前的 V-Segment Sedan 车款里面 能够提供这个功能的只有 Honda City RS 了 而且也因为它舍弃了传统的这个手刹车 所以它这边的置物空间变大了 再来一点就是它的座椅 它的座椅采用了皮革加上这个绒布 还有脊皮的混搭 所以质感表现非常非常的好 而它和这个 City 的 V-Spec 不同的之处就是 它的这个内装采用了全黑的设计 硬质塑胶 钢琴黑材质 还有这个皮革 所以整体的内装质感呈现是比起上一代的 City RS 还要进步很多了 然后再往这里看 可以看到一个8英寸的大型触屏主机 支援 Android Auto 还有 Apple CarPlay 再往下看 这个冷气的旋钮呢 它的这个质感非常的出色 而且你在转动这个旋钮的时候它还会有这个灯亮起 这个质感表现呢我觉得应该是很少很少可以在 Honda 的车款里面看到的 同样的它下方有两个 USB 其中一个是用来充电 其中一个就是让手机连接这个 Android Auto 还有 Apple CarPlay 使用 还有一个配备 是马来西亚才有 全世界都没有的东西 就是这个半数位化的仪表 这个半数位仪表在左侧是一个 彩色荧幕 在右侧则是传统的直针 这个彩色荧幕可以显示的资讯非常多 而且视觉效果非常的炫目 值得一提的是啊 我们的这个 Honda City RS 也是全世界第一个搭载 Honda Sensing 的 City 泰国没有 印尼没有 其他的国家都没有 这个 Honda Sensing 包含了这个远近光灯自动调节 车道偏移警示 车道偏移辅助 前方撞击预警 自动紧急刹车 还有主动式定速群塘 它只是缺少了这个 低速跟随系统而已 再来还有一个细节就是这个 你以为是 Paddle Shift 对不对 它不是 Paddle Shift 它其实另有功能 在之后的这个试驾影片我们会提到这一个 有什么用处 所以 记得看下去哦 进入 Honda City 的这个后座 它的后座同样的是采用这个皮革 脊皮还有绒布混搭的设计 这个防滑的感觉还不错 而且它的空间表现一如既往的出色 冷气出风口当然是有的 而且我觉得坐下去的舒适感还不错 OK 接下来我们直接跳去这个 Honda 的 V-Spec 看下 V-Spec 和 RX-Spec 有什么差别 接下来我们就看这个 Honda City 的 V-Spec 我个人相信这个 Honda City V-Spec 也是这次 Honda Malaysia 的重点车型 因为这个车型在这个价格上面有优势 配备上面也是相对的丰富 所以我相信很多的消费者应该都会选择这款车 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这个 Honda City 的 V-Spec 和这个 RX 的 Spec 有什么差别 首先在前两个造型我们可以看到 V-Spec 同样的也拥有这个 LED 的头灯组 但是呢它这个 Solid Wind 的这个水箱护罩还是采用镀铬材池 同时它也少了这个 RX 的名牌 然后在这个雾灯做的这个设计也有一点不一样 最主要的重点就是它少了这个 RX 的孔力套件 不过整体看起来还是不错的 加上这个红色让这个 V-Spec 特别的显眼 接下来不同的指数就是这个轮圈 和 RX 相比它少了这个双色调的设计 但是尺码同样是 16 寸 完整的尺码是 1855 R16 这个轮圈的设计看起来是比较朴素一点 但是实际上我个人是觉得还不错啦 还有这一个 这个 Honda Landwash 呢也是 V-Spec 的这个标准配备 并没有因为它不是 RS 所以就 cut 掉了这个很实用的小配备 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车尾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车尾 这个车尾方面对比 RS 呢它少了这个黑色的小尾翼 还有 RS 的空力套件 另外名牌也从原本的 RS 变成了 i V-Tech 这个尾箱呢支援这个 开锁功能 你只需要按这个 Button 它就可以弹起来了 至于尾箱的容积还是一如既往的出色 它达到了 519 公升 而且支援这个 64 以被分离的倾倒 所以如果作为一台家庭车使用的话 这个 City 的这个尾箱空间 绝对绝对可以让你非常的满意 City 的 V-SPEC 和这个 RS 同样的都有这个 LED 的 3D 立体尾灯 这个尾灯在夜晚的辨识度很高 所以这一次 Honda 在这个车管上面使用这个 LED 尾灯呢 可以看得出 Honda 的诚意啦 也让这个 City 的辨识度更高 再来一点就是 这个 Honda City 呢 只要你买到 1 以上的等级 它就有这个 Engine Remove Start 的功能 也就是说如果你车 只停在户外啊 天气热 你就可以使用这个 Engine Remove Start 功能 先让引擎先启动 让这个冷气运作 制冷这个车室的空间 所以你上车的时候啊 就不会热到要试 这个 很贴心 而且这个是 V-Segment 的 Sedan 里面 首次出现这个功能哦 引擎方面呢 这个 V-SPEC 采用了一具 1.5 公升的 自然进气引擎 但是这一具自然进气引擎 是全新的引擎 首先呢 它从原本的 SO-HD 变成了 DO-HD 也就是 DOSH 另外呢 它除了有 IV-TEC 之外 它还引进了这个 V-SPEC 的基础 让这个引擎的扭力可以更早的释放 它的最大马力表现是 121 PS 对比上一代进步了1 PS 峰值扭力维持在 145 Nm 但是爆发峰值扭力的区域 从原本的 4600 转进步到了 4300 转 也就是说这辆车的这个低转的这个动力表现会更好 官方数据呢 这辆车的油耗表现是 5.4公升 100公里 可以说是非常的省油 当然它的变速箱还是 Honda 的 CVT 变速箱 在这个 City V-SPEC 的内装上面呢 它跟 RS 相比的话 其实是大同小异 主要有几样的这个细节不一样 首先就是电子手刹车只出现在 RS 的版本 所以这个普通版的 City 还是采用这个传统的手刹车 再来就是仪表 半数位化的仪表同样的只出现在 RS 的版本上面 在这个普通版本的 City 呢 它采用的是一个传统纸针仪表 中间有个单色的资讯屏 可以显示车辆的瞬间油耗 平均油耗 还有油量表现等等 而在中间呢 它采用了一个 8 英寸的这个触屏主机 这个触屏主机看起来分辨力不错 而且它的这个流畅度也很好 而且重点是这个触屏主机呢 它还支援了这个 Android Auto 还有 Apple CarPlay 的功能 目前呢 在这个 B-Segment 车款里面 应该就只有这个 City 是那么设得的 因为从 E-SPEC 开始呢 到 V-SPEC 还有 RX 的 SPEC 这三个等级呢 都拥有这个 8 英寸的触屏主机 也就是说你买到 E 你就可以使用 Android Auto 还有 Apple CarPlay 的 还有一个细节就是下方的这个冷气旋钮啊 其实四个版本都一样 只是在 X 也就是这个最入门的版本 它是这个手动的冷气 它并不像其他的版本有着自动空调 如果说上一代 City 我要吐槽的地方就是这个椅子不好坐的话 那么这一代的 City 的椅子其实真的进步了很多 你可以看到这个头枕的这个支撑性非常的好 然后这个座椅的发泡棉也很好 所以我相信长途驾驶的话 它可以给你的身体不错的支撑 而且 这个座椅的这个发泡棉设定还蛮软的 坐下去真的很舒服 和上一代的 City 相比真的真的差了很远 这个也是我最喜欢这一代 Honda City 的地方 空间是 Honda 的车款一直以来不需要担心的地方 你们可以看到这个就是 Honda City 新一代 它的后座空间表现 不仅前面的这个腿部空间非常的足够 这个已经是我的标准坐姿 然后我的这个 拳头竟然还有两个拳头又两个指头哦 而且 重点是这个宽度非常的足够 我相信后面如果是乘坐三个大人的话 应该问题不大 只是中间的这个 鼓起面积会高一点啊 不过 我一次建议中间还是坐小孩比较好 可是最起码它的宽度是足够的 再来一点就是它后座的这个冷气出风口 当然是标准的 只是很可惜它下面啊 是两个12V的电源供应 而不是 USB 同样的这个后座的座椅的支撑性也是非常的不错 这个柔软度也还不错 大家可以看到是非常的软 然后还有这个透气皮的设计 只是它的这个头等是无法调整的 坐下去的感觉还蛮写意的 在安全配备方面 S版本和E版本是四气囊 VSA 还有这个斜坡起步辅助 而来到V版本呢则是升级成了六气囊 另外它也有换挡波片 值得一提的是它的引擎启动键是一个全新的设计 还蛮好看的 OK 以上就是我们对这个V版本 City 的简短介绍 接下来我们就会切换去之前我们在马六甲的 MIMC 赛道所进行的 City RS 初步试驾 今天呢我们是在这个Honda 举办的这个特别活动中 在这边我们会简短的试驾这个全新的 Honda City RS 这个全新的Honda City RS 它采用了新的这个动力组合 也就是109 PS 的这一个 IMD 引擎 可是它的峰值扭力可以到这个253 Nm 所以我们今天会和这个上一代的City Hybrid 一起 去这个赛道试转一下 然后我会分享一下我对这辆车的简短心得 OK 现在我们先试驾这一个旧款的Honda City Hybrid 这一款车是170 Nm 新款的是253 Nm 所以我们下赛道试一试这个车辆的动态表现 还有这个加速表现 其实这辆Honda City Hybrid 也是一款我很喜欢的车 我试驾过后我就爱上它 因为它有一个电池组在后面的关系 所以它的这个车辆的配重 比普通版的这个City Hybrid 还要好不少 然后它的这个加速表现其实也算快 只是可以听到就是它的这个 MVH 还是吵了一点点 不过加速表现其实还不错 以一个1.5 加这个电动机的这个 表现来说其实也真的是算不错的 只是这个弯是有点靠技术啦 这个赛道是有点靠技术 OK 旧款的City Hybrid 它这个进弯减速再加速的这个动作 然后会有一点点慢 直线加速也是会有一点点的辛苦 OK 接下来我们就跳去这个City RX 上面看看这辆车的动态表现 OK 现在我们跳来了这个City RX 上面 然后 在我旁边有这个大使 Caner Chill 吼 不是大使啦 OK 所以我们现在出发了 试一下这个253 Nm 看一下它的加速表现会怎样 City very nice The meter is very nice OK 这个部分是其实 Digital Digital And this is still analog, right? Correct, yes OK First thing is when we go out We will actually test the main watch The Civic will actually be on the left Go out, stay on the right Correct Stay on the right Stay on the right Stay on the right And make a wide newton So maybe you can still see the Civic Or the mirror But the camera still Sometimes up to almost 90 degrees OK OK 是一个Honda Honda Lane Watch Lane Watch 真的是很好用 Excelerate OK Go 2003 Nm It's different 差别好大 嗯 More direct Oh Yeah It's more direct 而且它加速快耶 OK 然后这个handling也是有不一样 OK OK And most of the time when you are on lower speed like right now Ah Ah You will prioritise the electric motor Hmm Because on lower speed, stop and go traffic The electric motor is always more efficient Hmm Only as and when needed The engine will pick it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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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will notice there's pedal shift on the car Yes The pedal shift is for energy regeneration Not for gears Oh OK So you press the minus More energy regeneration OK Y Yah It's different la Even the handling also Yes Actually this car is a lot more stable Yah A lot more stable Yes Now This corner I feel the old one Actually the old one is very good already Yes Correct But you still can feel the body roll Yes But this one is handled very well la OK Here Main 70 Try to keep cross 70 Try to leave in March 70 OK 70 No more 70 Yes minimum 65 More Yes Even clo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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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Makalena Oh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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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rrection OK Then we'll find out behind the Civic The last feature OK This last feature is actually to show you adaptive crew control Which actually the Civic CRV and Accord already got The only thing difference is this has no low speed follow Peep then only you need to take over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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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我已經試駕玩了這個新款的City RX 這款車真的是讓我有很驚喜的地方 尤其是這個Honda Manager 讓我們去體驗了這個旧款的Honda City 還有新款的Honda City之後 可以感覺到它的進步非常多 首先我要講的就是它的動力 253Nm的引擎輸出真的不是開玩笑 就是在賽道裡面你可以體驗到更深刻的這個動力表現 在進彎出彎的時候它的這個加速整個引擎的響應速度很快 加速很快 雖然說這個MIMC賽道並不是一個太大的賽道 但是我的速度居然可以達到接近100 這個就是它我覺得這個引擎的魅力啦 253Nm真的不是開玩笑的 如果說今天你是在這個高速公路行駛的話 你要超車這個引擎的動力讓你很簡單的就可以超客了 我覺得這個就是它的最大優勢 再來第二點就是整個底盤和這個懸吊的表現 也進步的非常的大 因為在這個賽道裡面 我開這個旧款的Honda City 我不敢開再快 因為我知道它的表現雖然不錯 但是在賽道的話它還是有點幸福 因為畢竟這台車是家庭使用 而新款的Honda City呢 它在整個這個底盤還有懸吊的調教上面 變得扎實很多 側傾不多 然後這個底盤的剛性也提升了 所以我覺得我在這個賽道裡面我開的很寫意 它的操控表現絕對有很大很大的進步 對比上一代車型呢 它最少進步了我覺得應該有一個25-30%左右 再來兩點我很喜歡的地方 就是Honda Land Wash 還有這個Honda Sensing Honda Land Wash 可以在這個有私交的地方 讓你看到很清楚 尤其是在馬來西亞我們真的不知道什麼時候 這個Motor Bike真的會突然跑出來啦 然後這個Honda Land Wash 角度真的很廣 剛才已經試了 它可以幾乎讓左側無私交 所以真的很不需要擔心去 你可能有時候會不想裝到Motor 至於Honda Sensing 就是我要稱讚Honda Malaysia的地方了 因為在這一個已經上市的Honda City 全新的Honda City已經上市的國家裡面 馬來西亞的Spec是最好的 我們有Honda Sensing 接近完整的Honda Sensing 只是沒有Lost Speed Follow-in 像是這個遠近動感的自動調節 擦到偏離警示 前方撞擊一警 自動緊急煞車 主動式定速巡航 全部都有在這個City RX上面出現 我最喜歡的就是這個SEC啦 因為我們很喜歡Juty Juty Malaysia 跑來跑去 有這個Honda Sensing的主動式定速巡航的話 我們在高速公路長途駕駛的話 可以更為協議 所以我在這邊呼籲啊 各家馬來西亞的一個大車廠啊 可以的話 讓這個先進的主動安全配備 出現在更為入門的車款 現在Honda Malaysia已經做到這一點 他們讓以前只有D Segment 或者是C Segment 才會看到的先進主動安全配備 出現在了這個B Segment的車款上面 讓這一個清明的車款 也可以享有很好的安全配備 這一點真的要為Honda Malaysia 點讚 如果大家以後可以 把這個先進的安全配備 放在這種車款上面 會有更多人享有這個 先進安全配備所帶來的好處 OK啦 以上呢 就是我們在這個MIMC 所做的簡短試駕 未來有機會 我們也會把車借出來做一個 更詳細的試駕分享 如果大家喜歡這次影片 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哦 我們下一次的節目再見 拜拜 吧